1824年,查尔斯·辉瑞出生在德国路德维希堡,斯图加特以北约9英里的地方,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其家族世代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家族中最杰出的祖先是约翰·雅各布·辉瑞,一位备受尊敬的路德派神学家,而到了查尔斯的父亲卡尔·辉瑞一带,主要经营杂货和糖果生意。 虽然家庭不算富有,但足以让查尔斯·辉瑞的童年过得衣食无忧。 在完成了普通学校的基础学业后,查尔斯并不愿意子称副业,继续跟随父亲从事杂货零售方面的工作,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在当时,19世纪中期的德国,工业化的浪潮正在迅速席卷这个国家,由铁路、钢铁和煤炭产业的发展带动,化学工艺的技术也在不断创新。 德国正在慢慢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生转变。 查尔斯·辉瑞对化学制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找到了一份药房的工作,成为了一名药剂师的学徒。 这份工作为他提供了初步的化学制剂和药物配置方面的培训。 然而,查尔斯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将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学习和研究化学理论,梦想着未来能够在化工领域大展圈角。 查尔斯·辉瑞有一名表哥,名叫查尔斯·埃尔哈特,比他大三岁。 两人都从事与食品有关的工作,但他们的道路却截然不同,查尔斯·辉瑞痴迷于整天捣鼓那些随时可能爆炸的化学制剂。 而表哥·埃尔哈特则继续着家族传统,制作着糕点和糖果。 在一次闲聊中,埃尔哈特感叹道,如果能够把药做得像糖一样好吃,不那么苦就好了。 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查尔斯,他直呼兄弟你太有才了,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那么谁最害怕吃药苦,当然是小朋友。 小朋友人人都要吃傻药,肚子里面打虫的药,这部答案就有了桑托尼。 1830年代就有德国化学家从土库曼斯坦的植物艾浩俗称桑托尼卡中提取一种化学物质而开发出来的药物, 专门用于消除肠道乳虫方面的疾病。基于当时糟糕的卫生条件,肠道乳虫感染在19世纪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 谁的肚子里面还没几条蛔虫呢? 然而桑托尼化合物的苦味让人难以忍受,一个疗程需要好几天,每天要吃三顿, 不管是谁吃下去都会吃出痛苦面具。 于是兄弟二人将桑托尼和太妃糖进行结合,设计出糖果味的桑托尼蛔虫药, 在配以奶油甜桶的锥形造型,口味加颜值瞬间令其与众不同。 俩兄弟对他们设计的新药品充满信心,决定创业,大干一场。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创业要从哪里开始呢? 查尔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 在其女儿爱丽丝的回忆录中这样说道, 她移民美国的动机和当时许多雄行勃勃的年轻人一样, 那里有一个崭新的国家,在那片自由的土地上不仅充满了无数的机会, 而且向所有前来建设她的人热情地张开双臂。 根据查尔斯辉瑞在他美国护照申请表中的表述, 他于1849年10月从布莱梅移民美国。 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化学药品制造领域的起步阶段, 随着人口不断增加,民众对化学药品的需求也在逐渐上升。 然而,当时美国的化工产业规模相对较小, 全国相关产业的工人总数不超过1000人, 大部分药品都需要从欧洲进口, 这也就意味着高额的进口关税使得药品价格昂贵, 民众出现了看病难吃药贵的问题。 正因如此,查尔斯看到了机会, 查尔斯通过在本土生产他新研制的药品糖果味桑托宁, 以更低廉的价格向民众提供, 兄弟耳元既希望通过这款改良的常规药品, 能够迅速在美国打开市场并且站稳脚跟。 到达美国后,查尔斯来到纽约的威廉斯堡, 在19世纪中期,这个区域被称为小德国, 以及密集的德国人口、德国酒馆、教堂、商店和社会俱乐部而闻名, 是当时德国移民的主要寄居区。 查尔斯在这里开设了一家办事处, 随后,他花了将近一年时间, 每天走街串巷, 与纽约各地药房的药剂师取得联系。 他带着样品,向他们诉说着自己的产品功效与特点。 女儿艾丽丝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 父亲刚开始创业时, 每天工作都很努力, 早上很早就去办公室, 晚上很晚才回家。 他总是亲自把桑托宁送去客户手中, 一开始是不行, 后来随着业务的扩大, 开始逐步用马车来运送。 在建立了自己的产品分销网络后, 查尔斯·辉瑞回到德国。 他向父亲诉说了自己的投资计划, 父亲则慷慨地拿出了2500美元资助他。 拿着父亲给的钱, 外加向银行抵押贷款1000美元, 查尔斯·辉瑞在布鲁克林买下了一栋砖气厂房, 开始大规模生产桑托宁。 这栋砖气厂房就是最早的辉瑞工厂。 和其他创业者相比, 查尔斯·辉瑞在初创阶段相对保守, 这一作风也始终贯穿在辉瑞今后的业务发展中。 不出所料, 他的糖果味桑托宁一经推出便获得成功, 订单络绎不绝。 按理说, 查尔斯的药品已经打开了当地市场, 他应该再接再厉, 开发出更多的新款药品。 然而, 他并没有这样做, 反而开始生产纯化学品出售给批发商和零售商。 查尔斯对辉瑞公司的最初定位, 是一家精细的化学品制造商, 而非单纯的制药商。 桑托宁只是他迅速提升知名度的一种手段而已。 到1855年, 辉瑞公司生产点和点化物, 如点化钾, 这些产品被广泛应用到药物或者消毒剂。 不仅如此, 辉瑞还生产干拱等拱化物, 用于治疗酶毒。 到1860年, 辉瑞公司的产品清单涵盖盆砂、盆酸和精致脏脑, 特别是脏脑产品, 成为了辉瑞公司的主要产品, 以至于公司当时被戏称为脏脑工厂。 作为化学品制造商, 而非单纯药品, 辉瑞成为了多个行业的上游原材料供应商, 例如像脏脑这种产品, 既能用于医药, 也能用于日化产品, 把它添加到香水、肥皂、清洁剂 和其他个人护理产品中去提升香味, 也能制作杀虫剂, 盆砂能用作清洁剂, 也可用作食品防腐剂。 点化甲具有从医药到摄影等多个领域的用途。 1854年, 辉瑞购买了布鲁克林的土地, 进一步扩大了工厂的规模。 1857年, 辉瑞在曼哈顿市中心的药品和化学区开设了办事处, 随后牵制华尔街地区。 到1860年, 辉瑞的年销售额达到了惊人的70万美元。 这一时期的查尔斯辉瑞不仅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同时也收获了爱情。 在一次前往德国的商务旅行中, 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安娜施豪。 根据家族传说, 他在观看游行时的阳台上偶遇了她, 并在当晚的舞会上获得了安娜的芳心。 他们于1859年结婚, 婚后他们育有七个孩子, 其中五个孩子成年, 另外两名不幸夭折。 1861年,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辉瑞的业务开始起飞, 战伤和疾病不仅造成了可怕的 死亡人数, 更是导致对防腐剂、 消毒剂和药品的需求暴增。 而所有这些都需要用到辉瑞的产品。 我们无从得知, 辉瑞是如何得到大量的战争订单, 但是从他女儿之后的表述中, 我们不难发现, 查尔斯是一个善于钻营和交往的人。 女儿爱丽丝说道, 父亲参与的社交活动, 往往都具有明确的商业目的, 她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她积极地参加化学家们的聚会, 赞助他们去帆船巡游, 骑马, 以及精心准备各种晚宴。 她是许多俱乐部的会员, 也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订阅会员, 每周六她都会去看演出, 结交各色商界和社会名人。 她从不关心政治, 也不发表任何政治言论, 也不经常去教堂。 此外, 战争期间实行的高关税政策, 对活跃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864年, 美国的平均关税高达47%, 高关税的实行, 一方面可以让联邦政府获取大量资金来支持战争开销, 另一方面, 当时北方的工业比南方发展得更快, 需要通过高关税来保护自家的工业, 免受外国竞争对手的影响。 查尔斯抓住了机会, 他将目光瞄准了当时在美国被垄断的一种化学品, 精致酒食, 它是从葡萄酒酿造桶中刮取的残渣中提取出来的。 丰富的供应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使当时的法国和意大利在生产这些产品上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 由于高关税, 在美国这些产品的卖价并不便宜。 从1863年开始, 查尔斯便开始从欧洲进口原生酒食到美国。 这些原生酒食价格低廉, 有些基本上就是废料。 它在自家的工厂中进行提炼、 深加工, 搞起了科技与狠活。 反正一句话, 只要比欧洲进口货卖得便宜, 它的产品就有销路。 到1871年, 辉瑞的年销售额达到了140万美元。 1872年, 在查尔斯辉瑞的推动下, 辉瑞与其他13家化学制造商 共同组建了美国制造化学家协会。 这是迄今美国运营最古老的行业协会。 他们与纺制品制造、钢铁、矿产等多个行业协会一起游说政府, 支持保护性关税, 使得美国在19世纪剩余的时间和20世纪初一直维持这种高关税的状态。 当然, 他们也是振得盆满、 钵满。 1876年的费城世博会上, 辉瑞因其卓越的质量而荣获百年纪念奖, 这是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化学品制造商。 1880年, 查尔斯开始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进口浓缩柠檬汁和柠檬酸成, 用于生产柠檬酸。 伴随着包括可口可乐、百事等软饮料行业的新奇, 柠檬酸成为了辉瑞公司最畅销的产品之一。 1882年, 美国西部大开发的带动下, 辉瑞在芝加哥开设办事处和仓库。 这是公司在纽约之外的第一个据点, 几年后开始向海外出口化学品。 1891年, 与查尔斯辉瑞一同创业的表兄弟, 查尔斯·埃尔哈特去世。 根据两人的合作协议, 在一名合伙人去世后, 幸存的合伙人可以以一半的价格, 优先购买去世合伙人的公司股份。 查尔斯立刻行使了权力, 向埃尔哈特的继承人支付了11万9350美元。 至此, 查尔斯成为了辉瑞公司的唯一所有者。 次年1892年, 查尔斯任命约翰·安德森为公司总经理。 安德森于1873年加入辉瑞, 当时的他只有16岁, 是一名勤杂工。 由于出众的业务能力, 职位得到不断晋升, 是辉瑞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而此时, 年近70岁的查尔斯开始逐步退出了公司的管理。 大儿子小查尔斯·辉瑞继任公司总裁, 但很快所有人都发现, 这位二代目并不能唯一大任, 他对公司业务没有兴趣, 更愿意享受生活。 成天举办奢华的派对, 热衷于投机房地产, 并且在短短的几年间亏损了200万美元。 1905年12月, 忍无可忍的董事会举行特别会议, 小查尔斯被迫辞去董事会职务, 由小儿子埃米尔·辉瑞担任总裁, 直至1941年。 他也是辉瑞创始人家族中最后一位积极参与公司事务的成员。 同年, 安德森被任命为高级董事, 财务主管和执行委员会主席, 并且全权管理公司。 重组后不到一年, 查尔斯·辉瑞在罗德岛州纽波特的家中从楼梯上跌落。 1906年10月19日, 82岁的查尔斯·辉瑞出现并发症, 死于肺炎。 他的遗产包括妻子继承的位于布鲁克林的房子, 以及243万美元现金, 妻子得到了大约三分之一, 其余的则平均分配给了孩子们。 查尔斯去世的当年, 辉瑞公司年销售额是344万美元, 利润为40.5万。 同年, 美国最大的化学品公司杜邦的销售额是3080万美元, 利润是530万。 辉瑞只有其十分之一的规模, 算不上行业巨头, 但他并不妨碍查尔斯·辉瑞作为创始人的成就。 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可别忘了一键三连, 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